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大陆的小姐姐 然后我们两个很聊的来 但是呢 一谈到有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就挺尴尬的 她的父母不太愿意让她跟我到台湾生活 心里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 吵架都会冷战到睡前 嗨大家好 嗨 我是Ricky 我是Nina 那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打算做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恋爱小信箱 所以我们来讨论或者说解答网友呢 针对情感方面对我们两个问的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呢也欢迎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 私讯我们的FB或IG 或者是写email给我们 对 然后我们有空档的时候会回复各位 也会定期选出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题目 做成影片给大家分享 对对对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从过往我们收到的一些 情感方面的问题 对 里面选出来几个 然后分享给大家 嗯 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女朋友是大陆人 然后我们两个也到了催婚的阶段 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是 她的父母不太愿意让她跟我到台湾生活 想了解一下 Nina是怎么样的心情和想法在台湾生活呢 啊 Nina跟父母是怎么讨论的 毕竟父母能接受孩子离开这么远生活 确实不容易 对对对 我有印象这个这个题 就是说我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呢 在嫁来台湾之前呢 我也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住在爸爸妈妈身边 我爸妈应该是比较适应我不在他们身边了 这是第一点 不是那种就是一直陪在父母身边的 那再有一点呢 大家如果看过我们那个一万订阅QA的 应该知道 我有问我妈一个问题说 如果我嫁去非洲 你会不会同意 我妈说嫁去非洲 如果要是为了爱 我也觉得可以拼一把 对 你就可以知道我妈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对于我要嫁去多远 她的态度是怎样的 对我爸也就更开放这个想法 他就是连我们俩婚礼的时候 我爸都没在 就是婚礼这种事 对于他来说只是行事 我的意思是 前提是说这个人 真的是家人放心的情况下 那去哪生活其实是 就是次要的 对 所以对于要来台湾 还是说住在大陆生活 甚至我们当时也讨论过 我们有可能会在国外生活 就是台湾或大陆以外地区都有可能 这个主要是我们两个讨论 也就是说你们当事人 你们小情侣两个 你们两个要讨论的问题 因为毕竟当事人 就是你们两个是要 共同生活一辈子的 所以说你们两个有共识 是我觉得是比父母怎么决定 还来的重要 你要说服你的父母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人生 所以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决定做负责 那万一说你自己选择不对 那你也就是接受你选择错误了 接受或者是说犯了这个错 你可以从头再来过 就是大不了再回家 对 一定要有所取舍 有所取舍 一定要有所取舍 去做出一个比较折中 也比较适合你们两个的一个方式 对 并不是说决定了就永远是这样 它可能是随着生活改变的 是 有的时候你选不出来一个 万全的方法 就你做的决定一定会有人不满意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对 让所有人满意 就像再喜欢的东西也有人觉得难吃 对 你再觉得再好的人也有人觉得这个人不好 或怎么样 是一样的 所以只能是权衡之下做一个 当时你们认为最好的决定 对 关键我们两个想强调的就是你们当事人要做这个决定 不是你的爸妈做这个决定 对 就是这样 每一次我跟另一半吵架 都会冷战到睡前 带着情绪根本睡不好 还会影响到隔天的工作 问我们俩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那说到睡不好 是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集的干爹 好菌家的睡意益生菌 好菌家严选六大好菌 促进我们体内产出睡意因子 加把根色氨酸 帮助我们入睡一夜好眠 如果我们洗完澡要睡觉了都还会再滑手机 最少滑一到两个小时 吃了这个大概滑三十分钟左右 我就开始睁不开眼 然后我就会跟Lina说关灯睡吧 对 因为通常我是觉得差不多时间该睡了就得睡 虽然说我还也不困 我也知道Ricky也不困 可是我觉得该睡了 我又说老公该睡了关吧 所以关了灯之后 我俩还会再聊会吃 有的没的弄点什么 不是 也不是弄点成分处事 就是闹着玩一会儿 抢被子抢谁睡里边 反正就是睡前活动 反正就是要聊会儿天儿 困了才会睡 可是吃这个的期间 还没轮到我跟Ricky说 哎差不多该睡了吧 他就说 哎呦伯伯我困了 我眼睛扔不开了 对眼睛扔不开了 咱们睡睡吧 这样 好我就关灯 但我觉得关了灯 可能还像以前一样 我们俩就再玩一会儿吧 结果没有几分钟 然后人家这边就开始 微微的小憨声就出来了 哎呦我就奇怪了 我想说 哎呦咱俩吃的明明是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 你那么快就睡着了 然后我就是只能看着你睡呢 那种感觉的 那时候大概是吃了两个星期吧 两个星期 对对对 我想说可能我感受比较慢 我就接着吃 结果我就是接着看着他睡 我就感觉我跟以前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躺下去还会再思考一下 明天要做什么呀 思考一下人生啊 然后才会再睡着 我的身体可能对这个俊途没有感觉 但是非常好的一点是 郝君家他们有提供一个服务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吃满三十天 还是无感 你就可以申请一次退费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保障的 蛮好的蛮好 就是说它让你体验吧 你体验 如果你觉得有感 你就可以继续吃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体验了 觉得吃了前后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对对对 它提供让你可以退费的机制 如果你是比较难入睡 或容易被吵醒的人 都可以尝试一下 郝君家的睡意益生菌 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好 睡得香 结账时输入我们俩优惠折扣码 W122 就可以折扣150元哦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一定要在睡前解决 就不能有隔夜的愁 虽然当天晚上解决 可能会拖一两个小时 会很晚睡 第二天工作可能会很困 但是我们为了第二天 不要再有这个不舒服的情绪 对不要再一直想着 还有问题没解决 我们也是想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当天晚上 把自己心里边 想要说的得都说出来 即使说的时候 另一方可能已经眼睛妈色了 就是你说台语是什么 你说 啥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说妈色 眼睛已经困了 眼睛就睁不开了 通常就是我在 哒哒哒哒哒说的时候 我老公就是已经 我就说 还啥我一说 跟你要说点什么事 你就困了 然后老公说 你看看现在几点 不困还能正常吗 所以 这个我也不能怪她是吧 当下能解决 肯定就是当下解决 但是如果真的当下解决不了 那也没办法 就只能是先睡吧 睡得着就睡 睡不着也没办法 就硬睡呗 就开始想啊 想想想想 但其实想的这个过程 也是冷静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问题 睡前没办法得到处理 过一个晚上 双方情绪都 缓一缓 对 隔天思路比较好的时候 比较清晰的时候 两个人在好好的把它讲开 就说到底是 为什么生气啊 还是怎么样 我哪里做错了 下一次我改进呢 还是说 如果我怎么做会更好 就是说双方都把这事情讲一讲 嗯 隔天就把它处理了 应该就不会超过第二天 因为没有超过过第二天 我们俩给出来的是 我们俩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 但不是标准答案 因为每一对情侣或者是夫妻 他们都有最适合他们的 自己的解决方案 对 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通常是怎么解决的 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你们都怎么解决你们的问题 哎 就是留言给广大的网友参考一下 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合 那什么那种的 你们想的那种的 不可能发生的 什么的气呢 还干啥呀 啥也没有 第三个题 第三个题 我们俩看到觉得很有趣 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 大陆的小姐姐 然后我们两个很聊的来 但是一谈到 有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就挺尴尬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问了 正好来问你们了 就我看到的当下是觉得 你们是在谈恋爱吗 谈恋爱会扯到政治方面去呢 可能还在认识的阶段 可是还在认识的阶段 不是应该对彼此 比如说讲话方式 或者是像我们俩一开始 对两岸用语方面 就是觉得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 我们会刻意的避开 这个政治问题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 我们彼此都清楚 两岸的现状 但是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 能够解决的 还是我们说怎样 这个问题就是怎样的 对 主要的我们更喜欢 更热衷 就是说了解对方在干嘛 怎么生活 你们的说话 你们都这么说 很好玩 什么 我们比较更多的心力 在放在了解对方 彼此本身 对 他的生活成长背景 就是在了解这个人上面 对政治这方面呢 我们不是狂热分子 也不是很热衷 反正现在你开网路 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对我们谈恋爱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能做的就是说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要怎么样能跟你在一起 这是我比较在乎的 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 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 这是我们更关心的 更想做的事情 大过于这些 每天在网路上 吵来吵去的这些事情 我们谈的是恋爱 我们谈的不是政治 因为我们今天又不是要当 什么政治人物还是干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两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都尊重彼此 对对对 也可以理解彼此 为什么是这么想的 这样就行了 嗯嗯 也就这样就好了 我并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今天 你们两个一定要选边站 你这个就不是在谈恋爱 是啊 我们就是在谈别的事情 对对对 谈一些对你想要认识 这个小姐姐 根本没有什么帮助上 或应该是说两个人吧 你必须要稀微有一点默契 对对对对对 你在感受到对方可能 不太想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有可能他的想法 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又想认识这个人 说你就先不要谈这种 你不要当那个话题终结者 对不对 火花到这就没了 对啊 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就是谈恋爱都不够了 哪还有时间去谈别的东西 就是讲一些干话 就是去逗对方开心嘛 对不对 然后就聊聊 今天做了什么事啊 吃了什么呀 这个不是更应该关心对方的事情吗 他今天一天过得好不好 比较重要吧 对对对 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对不对 才可以 嗯 那个 没有 哈哈哈哈 那个一起吃饭约个会啊 对吧 更深入的了解对方啊 嗯 对吧 好 那今天的第四题 有一个粉丝私讯我们 就说呢 他和男朋友已经稳定交往 已经几年了 然后也都已经讨论到结婚的地步了 但是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 他又不敢跟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讲 然后他就想要问问我们两个 他的情况其实就是说 女生的薪水 嗯 女生的薪水比男生高 对 高一点 但是呢 他对未来的担忧是说 那将来我有一天我女生我要生小孩 对 那你这个男生的经济能不能支撑我们这个家庭 对对对 这个是他比较担忧的部分 男生对他也非常好 对对对 非常爱他 非常照顾他 对 也是一个老实上进的这么一个人 对 家人或朋友一直都说一句话是 贫贱夫妻百事哀 所以他自己也担心将来如果步入婚姻殿堂 会不会过得比较辛苦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担忧 我觉得我们当时给他的回复表达得很清楚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直接念给大家 我回复的是说 对于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件事 我是很不认同的 会不会百事哀取决于你们夫妻两个面对困难的时候 是否同心 经济富裕的家庭闹离婚的也都是比比皆是 而那些真正幸福的夫妻不一定没有经济的困扰 但却懂得知足 对我来说下定决心结婚嫁来台湾就没有想太多 就是想要跟老公在一起 并且相信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定能够创造我们两个想要的生活 钱多有钱多的过法 钱少有钱少的过法 重点是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你刚才有提到你男友很老实 对你非常好 而且你也很爱他 这在我看来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你就想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如果是你们两个就要一起携手为未来努力 但与此同时你也必须做好 如果达不到你们想要的物质生活 你是否还能开开心心的和这个人在一起的心理准备 这个男生的女生的收入现在虽然有一定差距 但是不一定未来还是这样 对不对 说男生他现在赚3万 他未来不一定还赚3万 他未来有可能就赚2万2而已 对不对 也说不定 还要降薪的呀 真是 未来有可能赚4万赚5万 这都有可能 事情都有两面 你不能只盯着他可能会发生不好的那一面 他也有50%的机会可能会变更好 对不对 咱们再看看Ricky是怎么样回复的 我就说以下讲讲当初Nina嫁给我之前的担忧吧 首先我比你男朋友更惨了 Nina认识我的时候 我负债将近300万台币 因为那时候我在学飞行是负债 跟一堂借钱去的 所以在认识的过程当中 我很坦白告诉Nina 我如果没有考上航空公司 我也只能开始上班还钱 这个情况下 Nina她根本不把这件事当一回事 然后我真的没有考上飞行员 然后我就是开始工作 开始上班还债了 Nina说她喜欢的是我的勇敢 跟负责人格特质 并不是当机师会带来优渥生活条件的这件事情 相信所有问题 只要两个人同心就一定能解决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钱多钱少 一定是会影响生活品质的 不过两个人的心态是可以决定是否满意现在的生活现状 如果不满意 是不是两个人尽早讨论改进的方向 并尽快执行 既然你心里有这些顾虑 那也应该跟男朋友谈一谈 毕竟婚后的生活是两个人一起承担的 对 所以一定要有共识 如果想要变得更好 两个人就要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互相成为彼此的支柱 希望以上的建议能对他有帮助 这样我们当时就是每个人写了一大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这样子 然后这位网友当时就回复我们说 谢谢我们两个对他的开导 然后他也把心中的大石头放下了 然后后来再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跟我们发了一个讯息 就是前一阵子他答应他男朋友的求婚 所以他们正在筹备婚纱照 然后他男朋友也顺利升主管 也加薪了 所以让他慢慢的觉得生活越来越好的感觉 也越来越有自信了 这是我们后来收到的 他的这个事情的进展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 非常好的结果 对对对对 非常替他开心这样子 我们不是说什么情感专家 你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一定能给你答案 对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说 如果是我们两个 我们会怎么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才刚结婚三年 今年第四年 我们也有很多要学习 要学习 要仰望的一些对象 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我们就是做好了 接手 一起解决面对这个问题的准备 所以跟我们一样 或者是说还没有不如婚姻殿堂的情侣朋友 大家都是走在这条通往白头到老的路上 而遇到问题 大家相互讨论 我们的建议不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参考用 是 也希望看我们影片的小伙伴们 都能够有一个长久 幸福 恩爱的情感关系 这样子 都有好的结果 对 那这样吧 六大好俊 好俊 那个俊念不好 好俊家严选六大好俊 帮助我们体内产出 所以 没有我没事 我就看着你 把你看毛了是吧 把你眼睛抖了一下 好俊心